所以最重要的是原理原则掌握 心境掌握 用对心 这一点很重要 这里有提到 用什么言语来影响哥哥 首先你的言语 要让哥哥觉得你是为他好 他感受到的是你是为他好 他就容易接受 那论语当中有说 君子信而后见 他信任你之后 你才好劝他 讲话也要看 时机到了没有 哥哥是不是很信任自己了 那信任从哪里来了 从你付出 家里人自然对你产生信任 所以要多付出 多关心 这个信任 就会提高 而在你劝的过程 你的言语 也是他能接受的 你要弃他的基友 你的哥哥的性格 你要了解 他这个人吃软 不吃硬 你就要柔和直直 和言暗语 去跟他谈 所以我们首先 护好自己的心 不能好为人事 不能强势 你自己的心 不能把哥哥少少 都不好放在心上 你放在心上了 你说 哎呀 我劝这个哥哥 劝好几次了 都劝不听 我再劝一次吧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兴趣 劝效果好吗 心深 种种法生 过去的 不放在心上 很真诚 一切众生 皆是阿弥陀佛 用这样的心 去对待自己的哥哥 去劝 再来为什么说 不能把你少少的 不好放在心上 因为你把少少的 不好放在心上 你跟你哥哥一谈话 谈着谈着 那两个人 去批判你少少 走去了 是吧 对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成年人 你要让他的善根增长 让他惭愧心生出来 要用什么办法 可以要求来的吗 可以讲他 指责他的不对 然后得到他的 惭愧忏悔吗 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 我们也经历不少事情了 也懂得总结总结走过来的路来 隔言别路 这红衣大师挑出来的隔言 有两句话 有两句话讲得好 窥之 小人可使为君子 积之 君子可使为小人 你让对方自己升起惭愧心 小人都可以变君子 可是你去积 积他 指责他 积之 君子可以使为小人 大家看有一些行为比较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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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本善 你要相信他可以好 相信他有佛性 而我是他的一个助缘 我做到让他感动 举个例子 这个在德语故事 替偏 替斯坦兄弟姐妹的相处 有一个读书人 他的弟弟 都半夜三更在那玩 结果呢 他的大哥看不下去了 看到弟弟就指责他的错 骂他 那他呢就劝他哥哥了 你这样骂他没有用啊 他说哥哥呢 不让我来试试吧 他也没有改救嘛 他怎么做呢 晚上等着他弟弟 结果弟弟回来很晚了 看到他哥哥嫩嫩了 哥哥怎么在门口等我 等到他弟弟了 弟弟啊 天气凉啊 你冷不冷啊 多穿一点啊 来来来来 肚子饿不饿 我叫你嫂嫂给你煮碗面 都是关心他 他不对 不假 他关心他 结果做了一段时间 这个弟弟不敢挽回来了 都想着 我不对 我这哥哥没骂我 还一直关心我 慢慢他的善根就出来了 人 真的是本善的 了凡先生呢 在 了凡视讯里面有一段话 我感觉这个是我们跟 亲戚朋友相处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成年人呢 你很难用嘴巴去改变他 你首先一定是用 你的 身教 去感动他 顺王啊 他当时在雷哲这个地方 他是官员 可是他去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都互相争夺 争吵 他 这个 策然哀之 他看到百姓争夺啊 他不止没有生气 他怜悯百姓 堕落了 他怎么做呢 自己去让 带动他们 以身作者 其实在家庭当中 我也接受一些 接触到一些同学 他就 很抱怨 哎呀 家里人都不理解我 一切事啊 没有离开两个字 因果 当我们觉得 家人不理解我们 我们先理解 家人 先 种这个因 什么事情 离不开因果 我们既然希望 敢得 家人 对我们的理解 这是果啊 种什么因啊 我们去理解 家人 我们学佛 不代表 我们能理解 别人 甚至于 我们学了佛 都会用佛法 去要求人 不见得 能理解 别人 能设身 处地 才能理解 别人 所以顺 在这个地方 一年了 整个这种 争夺的风气 都变成香浪 所以辽凡先生说 以顺之明哲 他又有德行 明是智慧啊 岂不能以一言 交众人哉啊 他为什么不用言教来 教导这一方的人 乃不以言教 而以身转之 这是良功苦心啊 用心良苦啊 他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德恨 他能用嘴巴劝呢 后世的人 不一定有 他这样的地位 能力种种 可是这个身 以身去 感动别人 每个人都能做 所以辽凡先生 把顺王这个榜样 拉到我们末法时期来 辽凡先生说 被处末世 物以己之常盖人 物以己之善行人 物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其实这一段话 真的是心地很柔软 自己不要自己的常 去掩盖别人 好像让别人有压力 我以己之善 我做了很多善 去炫耀 让别人在我们身边 好像很不如我们 我以己之多能 才华很多 办起事来 哎呀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 让别人跟你一起做事 好像能力很差 好像很没面子 这都不好 要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不要因为自己的 这种所作或者能力 去压迫到别人 你看心那么柔软 见人过失 寒荣而掩父之 包容他 给他台阶下 我们现在有的夫妻 父子啊 父子之间 另一半或者孩子 犯了错了 你在众人面前数落他 他都不给他留面子 后道展现在哪 不让人难堪 给人台阶下 见人过之 寒荣而掩父之 一则令其可改 你给他指责过分了 他都破罐子破摔了 你不讲他呢 另其可改 一则令其有所顾忌不敢中 我太太知道了 他不讲我 我爸爸妈妈知道了 他们没有指责我 他反而不敢放纵 见人有为常格局 小善可路 凡难舍己而从之 他有一点好 你就赞叹 就鼓励 肯定 甚至协助他 做完成这个事 人是有良心的 不好你都不讲 一点点好你就赞叹 还成就你 成全你 他良心就翻出来了 不好意思 就像先生不对 太太支支不提 有一点好 就在亲戚朋友面前赞叹 这亲戚朋友 把这个赞叹的话 还回到先生的耳里面来 这先生想 哎呀 这个我这么多错 我太太都不讲 这么一点好 她就赞叹 我得对着 其他对我的欣赏 肯定 夫妻的大忌 在孩子面前 讲另一半的不好 这是大忌讳 不只伤了你们彼此 更伤了孩子 天性是父子有亲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大笑终生母父母 一个人的痛苦 从那里开始 见父母过了 一见父母过 能不见他人过吗 心里面慢慢慢慢 变成装垃圾的地方 装垃圾的地方 不见父母过 一辈子赶父母的恩 内化了 跟同学相处 跟朋友同事相处 都念人家的好 这样的人格多健康 多快乐 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恩责 建立孩子健康的人格 受用一生 所以了凡先生这一段重要 我们现在看着 这个嫂嫂太过分了 有习气 实实实在在讲 我们自己有没有习气 见人恶 其内性 我们今天家庭不和 要把不和的原因找出来 才能解决 不和 往往是什么 师长有提到 不能体谅 不能谅解包容 你一件事不能谅解包容 常常遇什么事 又拿出这件事来 旧事重提 翻旧账了 慢慢慢慢 这个不和就会加重 比方可能这个嫂嫂 赌博了 你不能包容他 谅解他 你常常讲他 他的善根没有增长 他的习气能够下去吗 善恶 他是消长了 人的善根起来了 他恶就消下去了 你不增长他的善根 血如溺水行舟 不静 退了 你家里人都是指责他 他不爱跟家里的人接近了 那他会去接近谁 独有 我们的行为 有没有把他往那里推呢 其实这个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还是挺有道理的 为什么冲突越来越大 我们都是记他的不好 我们讲他不对 你赌博啊 好多错误错误错误 我们这个态度就会让他的念头 起什么念头 起你的错误 我们又不是完人 所以人与人相处 夫妻也好 朋友也好 比方说 冲突了 他有八分错 你有两分错 你念他的八分错 他会念什么 他念你两分错 你只有两分错 你一反省 他马上就生惭愧心了 他心里有数啊 可是你用情绪骂他 他也调动他的情绪 他这个脸 这个脸面 他也就念着 骂着你那两个不对 两分不对 所以老鼠先送了我们一句话 各自则天清地宁 我不对 对方被你感动 我也有不对 各乡则天翻地覆 家里各乡则 一个小时都可以闹 闹几年都有 不可开交 实在讲 这个嫂嫂再不好 有没有优点 有没有曾经为这个家付出过 你假如从此刻开始 专讲他的好 专讲他的付出 就有可能把他的良心唤醒 当然 他在那里狂赌 你也要有智慧 你不能给他钱 所以四大菩萨的表法 大悲观世音菩萨 接着大智文殊慈离菩萨 你爱护人也要悲智双运 不然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这个哥哥 在对嫂嫂的相处过程中 有没有哪一些智慧不够的地方 当然你当弟弟 这一些形式 你要客观判断清楚 然后 你清楚了 你也劝导哥哥 走过来的路搞清楚状况 不能再 太心软了 还造成 另一半 这个毒 更严重 这些总结 总结 不对的地方 不要再做了 然后 用 这个念恩的心 念他好的心 然后继续 爱护他 他要生活 你在生活当中 去 关心 去付出 在精神所至 精实为开 他这个良心 就能唤醒 那人呢 这种习性会增长 往往都是 有外缘 在助长 所以孟母 要三千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 需不需要环境 好的真上缘 都需要 所以这个嫂嫂 也需要真上缘 看怎么来 转变他所处的 这些环境 甚至于能搬离 有时候这些境界 根本抵不过 那你得要 下一些决心 去调整 孟母三千 也下不少决心了 那搬家也不轻松 那这要 看实际的情况 再说了